音乐台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一峰 这个从年龄上来看 好像是明年奔三了 但是从心态上的感受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要快一些 不愧我还这么年轻呢 我觉得时间呢 它会带来很多财富 带来你的人生的阅历 当然它也是一把杀猪刀 杀猪刀 保持得好的状态呢 其实也能够比较长的时间保持住吧 一般男孩的心理年龄 都会比实际年龄要偏小 我肯定 我是男孩 到底不是每个人都会的吗 还好吧 还好 对 主要还是工作 工作完了跟所有的工作人员 一块吃了一个饭吹了一个蜡烛 然后也有粉丝在酒店楼下等我 然后跟他们一块吹了一个蜡烛 对对对 这个天灾人祸都是来年的 我希望自己能够快点好起来吧 可能也是因为拍完了戏锅后整个状态放松下来 它就容易发出来 就容易生病 这个我还真忘了告诉他们了 因为第二项工作嘛 就让自己别那么难受 也可能是一种习惯吧 就没有必要去给他们制造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很开心 非常的开心 因为以前也很关注曼联 然后看比赛的时候 就也期待着去一下老特拉夫的球场 然后那天到了过后 觉得这个球场非常的专业 很有历史的底蕴在里面 我觉得我就自己吃了吧 谁也得罪不起 其实之前我一直挺想去英国的 可能也是因为看球赛的原因 看英超啊 觉得英国应该是一个很很优雅 很绅士的一个国家 所以之前一直很期待 最大的印象就是他的 老外很奇怪 他们我问他们 他们说他们看天气出去穿什么衣服 就是看天气 如果出太阳呢就穿短袖 也不管冷还是热 然后反正没太阳呢就穿个大衣 然后就是你可以看到在街上有穿短袖 短裤的也有穿大衣羽绒服的 这很难判断 这个角色 张晓凡和鬼丽 他是完全两个不一样的人 因为他们所经历的事情 发生的事情 对事物的看法 他是完全成了两个体系了 也挺好玩的 对我来说呢也是一种挑战 因为你要在一个作品里边去饰演两个性格 完全是两极化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本来就是对我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像一个在一个是学生 一个是进入社会过后 经历了很多事情以后的一个成熟的一个人 希望大家会喜欢出现 然后所有的演职人员 还有工作人员大家也非常非常的努力 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因为一共拍了一百多天 希望吧 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 没有没有 对对对 OFT是什么东西 主题曲 但我不想出这样的专辑了 因为就是主题曲 因为主题曲不是我喜欢的音乐 不是我真正想要去表达的一些音乐的态度 所以我如果大家是这样期待的话 我可能满足不了大家 因为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出专辑 像之前说的还是出一些 我觉得好玩的 有创意的 或者是我自己喜欢的一些一些音乐 我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觉得我是一口气就把它看完了 因为我觉得它是环环相扣很精彩 因为我自己也挺喜欢这种 叠战啊 侦探类的一些小说 从小就看 所以看这个剧本的时候 我很有画面感 也很想赶快去投入到这个角色里面 比想象中的要适合 因为没穿过 知道 就是怕现场 你比如说有一些懈怠的动作 被拍到了过后 发到网上 会变成一个讨伐 就是说你看这个 就尽量还是穿上军装 虽然它只是一个道具的衣服 但还是希望能够认真一点 对 其实不会 其实挺好玩的 挺刺激的 明斗暗斗都有的那种感觉 倒不会那么沉重 它不是一个很沉重的一个 但是这个沉重这个词 没有用 就是不会压抑 对 我觉得这个不算复苏 这个是工作范围内的事情 因为也是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其实每一个在这个剧里的 每一个工作人员 他们大家都是希望 这一部剧会非常的好 收获了 很多人的关注 深刻的是 接受了音乐台的采访 接受了音乐台的采访 一个很听话的宝宝 你觉得自己的影响了新的错课 呃 嗯 嗯 好 羊 哈哈哈哈哈哈 大熊星座 我没有去总结这个东西 我不知道最多的是什么 29岁的生日 对啊 我还是写生 其实我从小到大哈 就是生日没有特别的 小时候就是爸爸领着我去照相馆 照一张照片 然后就完了 高中大学大一点过后呢 我也也也没有办过什么party啊 那种那种什么的 就 然后现在就是都是在工作当中 就生日啊 或者是演唱会啊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 它就是一年365天 或者366天里面的普通的一天 啊 不会因为 这个那个时候的生活 已经不像改革开放之前了 就是想吃什么都可以吃 平时 我也没有特别想要的什么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